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未经允许,请勿搬运,望线,步步为应,第23集,从刚开始的,为无限送领海时还是朦胧期,不太察觉到自己的想法。 送浅金色暗纹衣裳时,已经感应到自己对这人怕是不一般,送出那枚玉石,已经很明确地明白,并且怀疑,自己是不是完了。 教他修炼领海时,与他说很期待时,已经确定,他想把这个人带回家,带回神魔界,与他永远在一起。 领海的修炼是可以以任何形式来修炼的,任何形式的修炼,皆可成仙。 只不过,想成神成魔还是要正规的修炼方式,在为无限交蓝战时,就很确定,他对他动了侧隐之心。 魏无限对自己的情绪一向敏感,有了一点变化都能细致地感觉到,这侧隐之心,不知何时,早已生起。 而这玉佩,共有九块,其余八块分别赐给了八位实力强大的尊者,用来显著他们的身份,而送给蓝战这块,是不一样的。 这玉佩中有魏无限的心头血,只会送于心上人。 魏无限在玉佩中下了禁忌,只有他与佩戴此玉之人心意相通,在道出他姓名时,才会发出光网。 无论是浅金色流光暗闻,还是金色,在神魔大陆,只有魏无限与他认定的道理可用。 蓝战看着眼前的男人,愣了,原来一切缘分,都早已开始。 记得,魏无限把这玉佩送给他时,那只是一个平静无波的日子,他就那么随意地递给了他。 蓝战拿着玉佩,缓缓地,唇角露出一抹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严明了。 魏无限把关于神魔界的事情很多都告诉了蓝战,又站了一会儿,好了,我们该走了。 该说的都说完了。 蓝战点头,关上宫殿的门,二人离开之后,宫殿再次隐藏起来。 经此事,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地亲近了。 军阁,侍女们端着洗漱用品站在外殿,见到魏无限蓝战回来,扶身行礼,见过尊上,军上。 魏无限让他们放下东西,都出去。 门被关上,魏无限拿手巾沾了水凝干,递给蓝战,先洗漱。 洗漱过后,魏无限点了香,闻着静气凝神的香,二人落座于茶桌前,蓝战饮下第三杯食。 魏无限放下茶杯问道,定婚宴,你我仅是饮茶。 蓝战抬头,眨巴眨巴戴眼睛,阿英想干点别的吗? 魏无限默默地抿一口茶,这话有点难回。 放下茶杯,点点头,嗯,也是我的不对。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突然道,蓝战,你不对啥? 你还小,不懂这种事,订婚宴,虽不是正式的新婚宴,但也可以做点什么。 魏无限点点头,深刻反省自己的不对。 蓝战,做点什么?咱俩能做点什么? 魏无美在蓝战惊异的眼神下,把她压在椅子上,轻身吻下去。 嗯,蓝战手搭上她肩膀,轻轻推一下,魏英,宝贝,轻轻抱抱,可以吗? 蓝战眨眨眼,轻轻抱抱啊,可以啊。 闻一声,魏无限立刻把人抱紧,不给她说话的机会,一手挽着她腰,一手放在她后脑勺上,加身这个吻。 反抗不得,被吻得迷茫,回神时已然一山半落,腰间的腰带早已不知,被扔去了哪里,右边的肩头露出,正被那个突然动作狂野的魏无美吻着, 一点一点痕迹落下,一路往下,魏英,嗯。 魏无限应一声,继续动作,将她的外袍扯开,手探了进去,好,删好水仰大的小仙君,全身上下都是嫩白嫩滋的。 蓝湛感觉,她手在往自己后庭去,未知的事物让年仅十七八的小仙君感,到了一丝慌乱,与期待。 魏英,嗯,魏无限手捏一下手心的绵软,蓝湛双手抱着她,耳朵红得低,险,她只感觉,自己现在整个脑袋都在发热。 魏无限的吻又落到她脖梗上,说话间呼出的气息让她忍不住躲了一下。 阿湛别紧张,只是轻轻抱抱而已,她话落瞬间,原本只是搭在魏无限肩膀上的手突然捏紧,琉璃眸突然,睁大,看着眼前的男人。 脏,不脏,魏无限手在她体内,人也与她靠得极近,这样非禁欲的她。 蓝湛还是第一次见了,有点受不住啊,二者胸膛的起伏肉眼可见的加速,魏无限亲够了,突然把人抱起来,往床踏而去,蓝湛手捏紧她肩膀,魏英,你要干什么? 亲亲抱抱,睡觉。魏无美给了六个字的回答,最终,亲了一遍,抱了许久,魏无限指着自己又直又硬的地方,问托,立了的蓝湛,怎么办? 蓝湛瞅着情况,再想想方才魏无限帮她的场景,提议,不然,我帮,你。 魏无限欣然同意,军阔的烛火亮到了后半夜,隐约有亮到天明的意思, 欲间,魏无限抱着蓝湛泡澡,二人昨夜什么都干了,就剩最后一步。 小仙军人还小,连十八都未满,此事,魏无限觉得,还不急,你累吗? 哗啦,水流声响起,小仙军被抱进怀里,魏无限用行动告诉她,累不累,蓝湛被她亲的抱的都没了。 在狱间又闹腾了许久,才穿衣回房,床榻上已经被魏无美收拾过,再次,躺上去时没有一点意味。 魏无限把人放到床榻后,去将宁神静气地消灭了,换了安神香,睡吧,魏无限迈不过去,给她盖好被子。 蓝湛见她没有上床的意思,问道,你不一起睡? 快五更了,我还要去一下军林殿,你睡吧,乖,我陪你一起去。 蓝湛撑着床她想起身,魏无限按下她,顺势坐到床沿边,我半个时辰左右便回来了,你别,去了,睡觉,乖,我等你睡了再去。 蓝湛说不过魏无限,随着安神香的香味与魏无限揉,声哄她的的声音迷糊糊的,没多久便睡了过去。 魏无限给她盖好被子,在她额头落下一吻,才起身离开。 军林殿,魏无限立于上手,听昭司说着事情。 尊上,近日您订婚发出的神器每日数以亿计,共有,名单一通读下来,昭司都觉得肉痛, 再瞧瞧她家尊上面无表情的脸,更肉痛了,这都不心疼的呀。 听完最近的出资,魏无限问道,人界有没有异常。 一听魏无限问这事,昭司神色正起来,近日人间仅有一个变故,一个名叫十里春的城镇, 秦家的三小姐,秦香儿,小神看了她的人间诡计,发现她偏离了自己本该有的命运, 并且还是偏离得特别大。 秦香儿前世杀人如麻,这其中杀害的还是很多无辜的人,按因果轮回, 她今世本应是众叛亲离,爹不疼娘不爱,苦命一生的结果。 只是近日她的性格,命格,人寿,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魏无限,十里春,秦家。 十里春首付秦家的三小姐,秦香儿。 昭司说得更细致一些,有了结果,魏无限,先注意着她, 十天之后,本座再去人间看看。 是,小神遵旨。 魏无限拿起桌面上的折子看起来,这种折子一向很少, 安宁的时候百年千年都不会有一道,一旦有就是大事。 神魔界各司其职,平时全部都各自管着自己的领地,各忙各的, 只有实在管不了,理不了的事才会惊动魏无限。 魏无限打开看了一眼,神识回到军阁,见兰战还睡得香, 便顺便去处理了这件事情。 处理完一个时辰左右的时间一过,回到军阁时洗了个澡, 小心上床,半搂着兰战睡去。 这一睡就睡到了太阳升起,烈日当空。 兰战醒来时魏无限还没有起来,小心地下床。 去洗漱之后,已经有侍女送了澡扇过来。 君上,请用扇。 兰战礼貌地点下头,用了一些便进内殿去看魏无限。 伸手将滑下去了一些的被子往上拉一些。 一直到下午,魏无限才翻了个身睁开眼, 兰战放下手里的书,迈不过去,醒了。 起来吗? 嗯,魏无限对兰战伸出手,兰战俯身, 掀开被子把人从床榻上抱起来。 抱着洗漱过后就是更衣, 二人的衣着风格都没什么变化, 只是衣上颜色都换成了红衣。 坐在餐桌前,拿叉子拨弄着盘子里的食物, 好一会儿才送一口到嘴里, 嗯,味道还行。 内心默默点评,拿起酒壶, 阿战,喝酒吗? 瞧着酒杯眨巴眨巴大眼睛, 从来没有喝过, 今天,或许,可以喝一丁点。 兰战拿过魏无限手上递来的酒杯, 杯子很小, 一杯只有一口的量, 兰战一口给闷了。 魏无限边往杯子里, 倒酒边瞧着人那豪迈的模样, 小仙君酒量瞧着很好的模样, 心里想法刚截了尾, 就见对面的人有往下倒的架势。 还不像是自己想往下倒的模样, 是,控制不住的那种。 魏无限, 连忙过去把人接着, 没让人的小脸蛋砸碗里, 瞅着靠在自己怀里的小孩, 试探性地唤他几声, 小仙君。 小仙君? 阿湛! 蓝湛脑袋靠在他肩膀上, 没有反应, 魏无限手放到他脸颊, 试一下他体温。 脸蛋倒是没什么不对劲, 就是耳朵很热。 醉了? 魏无限瞧他半晌, 无奈地摇一摇头, 小仙君酒量不太好啊。 弯腰把人抱起, 往内垫而去, 小心地把人放到床上, 刚给他盖好被子, 人突然猛地坐起来。 魏无限靠他靠得近, 两人脑袋差点碰一起去。 魏无限? 猛得很, 阿湛! 抱! 蓝湛伸出双手, 对准魏无限, 面无表情, 嗓音软乎乎地道出一个字。 魏无限都被怒猛了, 小心翼翼地伸过去手, 把人抱进怀里。 睡觉! 蓝湛双手合回来, 搂着魏无限往下倒。 魏无限一手撑着床榻, 一手搂着蓝湛, 瞧着身下闭着眼睛 真的在睡觉的蓝湛, 有点猛。 躺了一刻, 在魏无限想就这么睡了时, 蓝湛又突然抱着他起来, 魏无限。 瞧着这只小仙君, 魏无限不懂了。 干嘛呀这是? 不对, 还不能睡。 蓝湛瞅着魏无限, 认真道, 魏无限! 阿湛! 得先亲亲抱抱。 蓝湛认真的很, 魏无限! 然后, 然后魏无限就被人压着亲了。 想反压吧, 人凶他, 不准动。 魏无限, 不, 不动。 被人从头到尾亲了个遍, 没一处被放过的, 魏无限依着他, 随他亲。 半个时辰过去, 两人全身上下都是光溜溜的, 魏无限瞧着抱着他已经睡过去的人, 半嗓, 失笑地摇一摇头。 拉上被子, 揉揉他小脸, 嗓音透着浓浓的宠溺, 小仙君啊。 蓝湛动动脑袋, 脸颊蹭了蹭枕头, 抱着魏无限躺平, 魏无限被他放在上方, 躺在他身上, 就这么睡了一晚。 一日, 时辰电, 蓝湛拿着勺子, 一下一下地搅弄着碗里的汤, 面上有些不自在, 忐忑, 隔一会儿瞄一眼魏无限, 隔一会儿又瞄一眼魏无限。 店内的侍女都被秉退下去了, 此时店内只有他们, 魏无限拿过他手上的汤碗, 摇起一勺吹凉地到他唇边, 快喝了, 有什么想问的, 一会儿再问, 乖。 蓝湛乖乖喝下, 魏无限点点脑袋, 小仙君真乖。 用过早膳, 蓝湛拉着魏无限就问, 我昨晚, 干什么了? 也没干什么。 魏无限眼角弯弯地递给他一颗流影石, 蓝湛看完, 脑袋都热了。 魏无限看得眉眼含笑, 看吧, 也没什么。 蓝湛修地推他一下, 魏无限浅笑着搂过他, 亲他一口, 手指点一点他额头, 好了, 小仙君, 我们去激活玉佩里的空间, 这几日闭下关, 我们先突破化神境。 正好这几天凉晨几日, 突破之后, 看看你的神位是什么, 定下之后, 安排好一切过后时日一到, 便去人间。 蓝湛点点脑袋, 对这个安排表示没什么问题。 魏无限送他的玉佩里面有一个顶级的空间阵法, 小小的一块玉佩, 里面装的空间却是几个世界合起来一般大。 按魏无限说的, 共有十五个世界左右的大小, 这个空间是和他们灵魂绑定的, 只有他们可以使用控制。 这玉佩是代表你在神魔大陆权限与身份的, 它和你是灵魂绑定, 里面的时间每个地方也都是随你控制的, 还有生灵, 有没有都是你决定的。 魏无限向他解释, 好了, 闭关吧, 我会守着你的。 好, 蓝湛闭关了, 魏无限把他闭关的屋子里的时间设成外界一天, 里面一月。 两日后, 坐在屋子外面的围栏上, 看着周围的灵气波动, 魏无限饮一口酒, 摇摇酒壶。 这两天, 魏无限除了上午去了一下军林殿之外, 其他时间都在这里了。 雷杰昨晚就劈过了, 现今应是在历神未解, 算着时间, 快了。 三刻后, 大能飞升才有的场景显现, 魏无限立刻站起来, 军林殿的神魔也出来, 看到这场景, 立刻到附近, 站在一起讨论, 这是飞升才有的景吧? 不知道这个人是神界的, 还是魔界的?